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星期日的時候 美國的主流媒體和社交平台 夾手夾腳炮製了一場大龍鳳 宣稱拜登已經贏出今屆總統大選 試圖製造既定事實出來 自此之後 拜登開始以總統當選人自居 以為自己真的半隻腳插進白宮那裡 今天他更加知道是向特朗普政府逼供 不過他這個行動是失敗的 國務卿蓬佩奧向公眾大派定心院 他說本屆政府任期 將會順利過度去到特朗普政府的第二個任期 以蓬佩奧穩重的性格 就不是那種說得出就說的人 而且聽他的語氣和態度 就更加可以斷定 他們幕後一定有些渣娜在手 他才會這樣表達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在這兩天 拜登陣營如何向特朗普政府逼供 其實我們在昨天也有約略提過 就是他們選了向美國總務署開刀 指責總務署署長墨菲 沒有按所謂的慣例去簽署文件 使得他們的團隊 是沒有辦法合法地接觸到聯邦官員 使用政府辦公室 以及以公帑出糧和購置所需的設備 那裏是大約600萬美元的資金 同時之間 拜登也有向媒體宣稱 說他已經在開展交接工作 一副來勢洶洶的模樣 但事實上也說 拜登向總務署提出的各樣要求 是沒有一個堅實的法理基礎 只是說一件事 就是拜登是否已經穩妥地奪得了 兩百七十張或以上的選舉人票 現在是主流媒體和社交平台 一起去吹捧你 就說你是這個總統當選人 你不要當是真的一樣 在五個具有選舉爭議的搖擺州裏 其實到現在都未能定奪得到 究竟是誰勝誰負 而且特朗普團隊也有說過 說會就在這幾個州 所出現的選舉舞弊行為 是提出法律行動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這幾個州的選舉人票 目前是凍結了的 不能夠很無斷地 計算到拜登身上 所以拜登根本上到現在 其實就拿不到兩百七十張選舉人票 所以你說要向總務處提出這個要求 那樣要求 又說要拿錢又成 你是沒有足夠的法理基礎 當然他為什麼要提出這一連串的要求呢 無非也是想為自己 塑造一個所謂的受害者形象 就搞得好像特朗普政府 完全對於一個 所謂的總統當選人都不合作 賴死不走的 拒絕向新政府進行正常交接 總之就務求製造一個假象出來 使公眾誤解 以為特朗普好像賴死不走 而且這個拜登也相當口臭 他就說 特朗普不肯認輸 就是一件相當難堪的事 對於他的歷史地位也沒有幫助 你怎麼來去斷定特朗普已經是輸了呢 當面對著這麼多具有合理懷疑的選舉舞弊行為出現的時候 難道特朗普的團隊 以及他的支持者 是要接受這個被扭曲的選舉結果嗎 如果是要接受的話 不要搞選舉好過 兩個政黨為每人輪流做四年 不停輪替下去就好 有個選舉就是要給真正的民意彰顯出來 所以我真的不理解 為什麼會說特朗普難堪呢 特朗普有什麼難堪呢 他光明磊落 有沒有干犯一些選舉舞弊的行為 反之有些人為了竊取權力 什麼都做得出 那些人更加應該難堪 是不是 好了 而且拜登陣營 對於大量選舉舞弊的指控 是不提的 而且那些主流媒體 就算是提也好 都猛地說 這些指控都是流的 這些指控是不實的 這些指控是無根無據的 就好像一個傳媒判官 這樣 喂 麻煩把這些指控交給法院 來判決 而且還說特朗普說的 是沒有根據的 就算是有根據的 那怎麼辦 你都把別人的直播腰斬 那不如特朗普把那些證據交給法官 來看就算了 給你傳媒看有什麼用呢 而且你說究竟這些指控 是否真的完全兇犯呢 又不是 在網絡上我們都看到大量的片段 圖片 甚至乎有很多實名的證人 是走出來挺身而出的 那難道這些人全部集體說謊 那你就交給法院去判 就不是由傳媒去判 你傳媒已經是玩了一場大龍諷出來 就說拜登當選了 如果他根本上到最後當選不到 你整班人就計這個民意調查鬧劇之後 又玩了一場叫做拜登當選的鬧劇 離了大譜 已經是玩了一局 在大選之前 又說拜登的支持度領先特朗普雙位數字 領先去哪裡 是不是死了 投不撤 或不撤飛 真的離了大譜 好了 接著就講一下關於 國務卿蓬佩奧 如何向公眾大派定心院 他在接受電視台採訪的時候 就被主播問到 究竟你們怎樣跟拜登的過渡小組 協調國家安全工作的事宜 蓬佩奧真的轉數非常快 他就說 本屆政府將會順利過渡去特朗普政府的第二個任期 其實就是駁斥了這個黎薩普的主播所說的說話 有一個不當預設 就是假定了拜登已經是當選 蓬佩奧這個答法是非常好的 同時他也有提到 說全世界都在註視現在美國所發生的事情 當所有合法的選票被點算以後 將會有一個當選人誕生 他說在1月20日凌晨之後 特朗普總統成功連任所必須的過渡 也都將會是成功的 所以蓬佩奧已經作出了一個非常明確的表態 那些左媒就不用在這裡唱衰抹黑 一時又說彭斯沉默 一時又說蓬佩奧失蹤 現在看得到彭斯和蓬佩奧根本上已經很清晰地表態了 又不跟進報道的了 之前有一個謀論 要不需要逐個內閣成員出來表一次態 就說我是站在特朗普那邊的 真的 我也不明白 這樣又可以寫一大餐 就說人家已經是想跳船 保持距離 喂 不用這樣 一會兒又傳到特朗普要離婚 那些東西越傳越離譜 那大家聽到蓬佩奧這番說法 其實就是充滿著信心 也反映得到 特朗普的團隊一早就已經預備好了 來應付這些選舉舞弊行為 首先來講 只要法院是接納審理這些關於選舉舞弊的指控 其實就已經是事半功倍了 正如我們剛才所提及到 在這些具有爭議的州當中 只要法院是要審訊的時候 基本上那個選舉人票 就已經是被凍結了 最低限度來說 就使得拜登拿不到這些選舉人票 就達不到270票的下門檻 當選不了 所以他經常說自己是總統當選人都沒有用 而且當這些法律的爭議一直拖到12月8日 都是懸疑未決的時候 那麼這個州的議會 就可以提名屬於自己的州的選舉人 好了 到時候這班選舉人就不需要按照 現在這個被扭曲的選舉結果來投票 為什麼呢 因為你那個選舉還是有爭議的 變了到時候這班人自己來協商投誰了 更加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 在這幾個下具有選舉爭議的州當中 大部分的州議會都是由共和黨掌控的 由這些州議會所提名的選舉人 是會投給哪一個的機會大一點呢 大家自己來聯想一下 當然如果法律爭議在12月8日之前已經搞定的時候 就不會出現這種情況 另一件事就是 特朗普就非常堅持 在大選之前 參議院一定要確認得到 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 為什麼呢 他就是高瞻遠足 預示得到 今屆大選會有很多選舉舞弊行為發生 所以就必須要有最高法院去守美門 所以大家就會理解到 為什麼蓬佩奧這麼有信心 特朗普似乎對於蓬佩奧這番的說法 都是頗為滿意的 他在Twitter上讚揚蓬佩奧 就說難怪蓬佩奧可以在西點軍校考到第一 兩個人就是聲聲相識 好了 接著又講一下 關於選舉舞弊的情況發展成怎樣 在賓州那邊 就被人發現到 有五萬一千張有問題的郵寄選票 這次又有什麼問題呢 這五萬一千張的選票當中 有三萬五千張 竟然間就是在寄出選票的同一天回郵 有沒有那麼神速 有沒有那麼快啊 那天寄給你 那天就已經可以寄回頭 還吸油戳 美國郵政署的效率是否快成這樣呢 那時候是寄速度 好了 另外兩萬三千張的選票又怎樣呢 直到那個回郵日期還早過寄出日期 是不是吸油戳那時候吸錯了 是不是亂來的 那些職員 是不是有人從中作梗 這個是否值得懷疑 回郵日期還可以早過寄出日期 這班人真厲害 好了 另外九千張選票是沒有回郵日期的 不知道什麼時候寄回來的 但是已經拿了去點了 這裡加起來就有五萬一千張問題票 好了 那現在目前的點票情況是怎樣呢 就是拜登領先特朗普四萬八千張票 這裡有問題的就已經說五萬一千張了 如果全部剔除了他的時候 分分鐘特朗普就可以反超前 所以為你賓州那裏真的搞到一團糟 對不對 為了扭曲的選舉結果 就無所不用其極 希望美國的法院是可以秉持著公義的原則來去裁決 好了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